如何判断乌龟的年龄 俗话说千年王八万年龟 乌龟似乎是很长寿的动物 然而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 乌龟的寿命其实并不长 比如常见的巴西龟 平均寿命也不过十几年 二十多年 我们的国龟草龟和花龟 平均寿命也不过三十余年 当然饲养条件较好时 活个几十年 上百年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总体而言 乌龟的寿命没有我们想得那么长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自己所养的乌龟多大了 除了自己养的或有准确记录的 要想准确判断乌龟年龄 其实不容易 常见的判断乌龟年龄的方法 例如根据背甲长度或体重来判断 并不准确 原因是不同的龟 生长速度不一样 例如恶龟、巴西龟、花龟 都属于生长快的龟 草龟的生长速度就很慢 就算是同一种乌龟 生长环境不一样 背甲长度和体重也不同 例如温室龟 一年生长量 比正常环境的两三年还多 相比较来说 通过刀客文 也就是乌龟背甲和腹甲上的年轮印记 来判断乌龟年龄是较为准确的说法 沿着乌龟甲片一圈一圈的闭合线 就如树木的年轮一样 一圈就是一年 数数到底有多少圈就知道乌龟的年龄了 这种方法确实比看长度和体重靠谱 但也只是相对靠谱 原因是乌龟的年轮是生长形成的 但乌龟到了一定年纪后就不再长了 当它成了老龟后 年轮逐渐模糊 慢慢就看不清了 一般来说 对于有年轮的乌龟 例如花、草、圆 在十岁以内 通过刀客文判断年龄很准确 几环就是几年 但当乌龟超过十岁以后 年轮开始逐渐模糊 就看不准了 这时它到底有多少岁 就只有养的人知道了 对于寿命长达一百多岁的鹿龟 则需要靠几代人的连续记录 获知准确年龄 如达尔文曾经养过的宠物龟 象龟 一直活到2006年去世 连续的记录表明 它活了176岁 总之一句话 小龟看年轮 大龟看饲养 看记录 你养的龟 只有你才能知道它准确的年龄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简单靠谱养乌龟 乌冬和原生鱼 关注东龟先生